万丈高楼平地起 漂亮的装潢下是坚固的梁柱和地基 而这些都离不开最基础的工序 模板塑形 为钢筋水泥支撑定型 保证建材强度足够 及形状结构正确 才能让房屋安全落成 人们也住得满意 我们的塑形如果不准 或者是说失败的话 会造成它的变形跟位移 会影响到结构的一个整体性 最终影响到就是泥座 如果说我们的往内倾斜 我们的外面势必要补厚 它才会垂直 差的越多就是要打得越厚 打得越厚就容易通心 越容易失败 那相对性呢 里面倾斜进来的部分 就需要去做打厨 打掉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钢筋 因为保护层就会减少 影响到它结构的安全性 所以我们结构的垂直 跟塑形是十分的重要的 林盛宏坚持专业与用心 高标准要求团队的施作成果 严格保证了施作效率与品质 为客户提供物超所值的服务 不仅获得雅虎新闻 PC Home新闻 番薯腾新闻等相继报道 也备受肯定与信赖 看它的楼高还有金厨面 那假设它的楼高比较高的话 超过3.5米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横向支撑去做测拉 可以提升它的安全性跟稳固性 金厨面的话我们就是要考量到它的力的平衡 才可以确保它的品质不变形 金厨面等于说它会里面非常多层的一个模具在里面 那你要再考量说我们装上去之后 如果拆不下来结构体会受损 基本上就是尺寸敷衍再敷衍 只要层次越多的话 人工事做东西一定会有误差 所以我们要在那个误差中去做调整 打造坚实的基础 建筑才能稳定长久 林胜宏严经把关居住安全 同时也认为团队要走得长远 更需要经验的传承 从基层开始转变 为培养人才 他手把手指点从不藏私 期望改变行业现况 扭转传统工程行业形象 今年21岁 之前假日跟着朋友去工地打工 发现说其实板模的薪水 算是工程界的天花板 所以就开始去找童男女去学习板模这样 后来就认识了我们老板这样 开始跟师父去学习 跟老板去学习 到后来就是会看图 然后指挥师父实作 老板常常说要把别人的房子当作自己的房子在盖 把自己的每一份心思都投入在这个行业上面 做任何事情都要将心比心 把最好的成品调到客户手上 不管是师父还是我们都会觉得余有荣誉 我今年22岁 其实最初是薪水高的关系 然后后续进来的时候觉得说想要更精进的自己的技术 以前老师傅重要的部分他可能不会教你 怕你要取代他 所以他不会教你 像现在我们比较年轻化的话教学是每一步都带着走 我是觉得要更多年轻人加入我们的工 其实像我们如果做错 老板都宁愿说花自己的金钱跟时间 要求我们财豆重做 他也不愿意把尺寸不准的成品交给客户 有这么好的老板其实是予有荣誉的 学习一技之长 磨砺职人精神 林胜宏致力创造友善的工程环境 以完善的制度规划和经营原则 坚定团队向心力凝聚共同进步的动力 并秉持诚信与认真对客户负责 之前要盖这个案子的时候 找了非常多的老师傅都退休了 林老板他因为承载很多师傅的经验 那他又是独立创业 而且有非常好的基础 所以我们一共是选择跟他合作 那在合作过程当中呢 最怕的是问题很多 可是林老板他都会一次把你解决到好 所以我们就跟林老板合作 林胜宏用严谨专业的态度 分享有效的施工经验和技术 提升团队整体能力 注入新生代热血 带领子弟兵从无形中塑造专业 巩固坚韧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